后裔设下九个太阳,拯救了黎民苍生。 西王母为了表彰后裔的功绩,就赐给了后裔一颗不死仙药。 传说制了仙药可以长生并且成仙,但是后裔舍不得她的妻子,也就是嫦娥,就将仙药让妻子保管。 后裔的勇猛深受百姓的尊重,于是很多人都来拜她为师,其中就有个叫做冯猛的。 此人为人奸诈,心肠百毒,后裔有一颗仙药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让冯猛知道了,于是冯猛就千方百计地想要得到。 但是,由于畏惧后裔,冯猛不敢造次,一天后裔要带着众弟子出去历练,冯猛就故意躲了起来没有去,后裔见找不到冯猛就带着其他弟子先走了。 但后裔走远后,冯猛就偷偷地溜到了后裔家里,逼迫嫦娥交出仙药。 嫦娥多聪明一样,就告诉冯猛仙药没有在家里,由后裔随身携带着。 可是冯猛根本不信,就开始在后裔家里翻找起来。 她翻完东院翻西院,翻完房梁翻柜子,就是找不到原来自冯猛闯进家里后。 嫦娥就将仙药藏在了袖子里,奸诈的冯猛翻遍了所有地方,没有找到就想到仙药说不定在嫦娥身上。 于是她就威胁嫦娥把仙药叫出来,嫦娥没有办法,心里想总不能让这个心术不振的家伙得到仙药吧。 于是就一口吞下了仙药,顿时嫦娥就觉得身体变得轻飘飘起来,最后竟然飞了起来。 她穿过窗户,穿过荒野,直接向天上飞了过去,嫦娥舍不得后裔,就向着玉莲飞了过去,一直飞到了玉莲上。 可是玉莲上什么都没有,只有一个冷冷清清的宫殿。 宫殿旁有一棵巨大的桂花树,还有一只不停倒要的玉兔。 她害怕极了就站在玉莲上,朝着自己家的方向喊着后裔的名字。 后裔回到家后,发现妻子不见了。 她跑到门外,隐约听见妻子在呼唤自己。 于是后裔抬头向月亮望去,发现妻子在月亮。 于是她就朝月亮奔去,可是怎么也追不上月亮。 她伤心极了,每天就迟迟地望着月亮。 嫦娥也每天在月亮上迟迟地望着后裔。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嫦娥,就选择8月15这天为中秋节。 这一天一家人无论相聚多远,都会团聚在一起。 在院子里摆上月饼,一块赏月。